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y set 100-syllable mantra three times.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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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感谢法王圣尊联圣伙佛 祝堂殊胜珍贵的护魔大法会 请大家虔诚恭敬和掌 一起恭请无上法王圣尊联圣伙佛 做宝贵的法语开示 让我们敬礼传承终世 传承拆愠承廠主 敬礼僧名Hz 敬礼上F 敬礼上四近习 敬礼上四近习 敬礼上四大八华王 Homage to His Holiness the 16th Karmapa and Homage to Master Dupdantaruchi Homage to the Three Jewels of the Altar Homage to the Medity of Homa today The Great Wealth Vajra Bhatma Kumara 師母,丹真吉祖 各位上師,教授師,法師,講師, 教師,教,堂主以及各位同盟 還有網路上的同盟 今天我們儀會的貴賓室 中華民國駐瑞典兼挪威代表 廖東州大使結合夫人GD師姐 中國中中委會會計師,特莉莎師姐 中國中中委會會計師,特莉莎師姐 中國中中委會法律顧問,周費芳麗 Advisor to Jupiter Foundation, Dr. Jennifer Zong 莊俊耀醫師, Dr. Wang Zong 林淑華醫師, Dr. Su Lin 中華民國僑務顧問,曼賢輝師傅 高歡賢醫師,康莉 estrut麥小姐 Joseph神 非常好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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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通知大家一下 下个礼拜天六月二日 下午三点 我们坐在山庄里面坐 洪财神护魔法会 洪财神护魔法会 他的洪财神 他的手印 就跟这个像差不多的 有一个鼻 是内波印吧 双手内波 有一个橡皮 这个手印 他的种子字是 种子字字 这个读作港吗 港 有一个当 还是 当 还是杠 是当或杠 这个真正的发音是什么 这个字 当 应该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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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香港的港 当然它印的是香港的港 这个凡字呢 这怎么发音 反正没有人发声 就是港 它的心咒是 Hom Galapati的手号 那红柴神大家很好认 它就是那个 也就是 印度 波罗门教 三大神 一个是 Brahma 大凡天 Vishnu 就是 天境天 Siva 就是大智在天 它本身就是大智在天的儿子 And Ganesh is the son of Mahaswara 就是红柴神 他的咒语是 Om Galapati的手号 Om Galapati的手号 Om Galapati的手号 是下个礼拜 是下个礼拜要做的 今天我们做的是 莲花童子的护蒙 莲花童子的护蒙 今天我们做的是 莲花童子的护蒙 现在大家都知道 莲花童子以前 还没有这个 莲森佛佛如圣燕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莲花童子 那有了这个 这个 根本上失以后 大家才知道 原来有莲花童子 最直接讲莲花童子的 这四个字的 直接称呼为莲花童子 这四个字 是梅兰墙 梅兰墙 在这个 甘肃兰州 大写 它所编印的 敦煌食库 里面的所有 租尊的介绍 另外在这个 敦煌食库 它有卖一个介绍的 那个食库 里面直接称呼 莲花童子的 是梅兰墙 中国敦煌 甘肃兰州大学 它所编印的 书里面 都写到莲花童子 都写到莲花童子 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那么阿弥陀佛 我们常常念这个字 就是 南无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佛 同名同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常常念这个 为什么要念这个 因为阿弥陀佛本身的化身 非常的多 因为阿弥陀佛 他的化道 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好 阿弥陀佛 他的本地 莲花童子的本地 就是阿弥陀佛 最近呢 我自己在修静坐之中 我突然间发现一个新的这个 这个树理 我们讲的树理 就是一个理论 也不是我发现的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只是你的境界道 你才知道 也乃是这个样子 那前几天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人问我 佛性的问题 他问我佛性的问题 他问我佛性的问题 佛性呢 是属于个体的佛性 还是极体的佛性 他说是属于个体的佛性 或者是属于个体系 的区域 看看谁闭着眼睛 看看谁闭着眼睛 看谁闭着眼睛 看谁闭着眼睛 大家都把眼睛张开 大家闭着眼睛 看谁闭着眼睛 谁会回答这个问题 佛性是 集体的佛性 还是 个体的佛性 你回答 好 你先坐 这是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 是有集体的佛性 是有集体的佛性 跟个体的佛性 跟个体的佛性 存在集体的佛性 和个体的佛性 所以那天在吃饭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在西雅特地仗室的餐厅 总会有一些人提出问题问我 佛性是集体的 还是个体的 你回答是集体的 也不对 回答个体的也不对 简单做一个 比喻给大家听 我比喻就是电 这个电 我们知道能源 能源就是电 电大家都在研究 什么发电 不管你核子发电 火力发电 风力发电 地热发电 甚至于 什么 地 水 火 风 水力发电 任何一个发电 它的根 它最后所造出来的能源 就是电 这个就是总 总体 这个就是 等于是说是一个团体 一个团体 这个能源本身来电来讲 就是团体 那么团体呢 这个电的能源 到了某一个地方 它就变成个体 比如 到了电锅 它就是个体 到了电冰箱 它就是个体 到了洗衣机 它也变成个体 到了洗衣机 它也变成个体 它就变成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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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要加上佛性 这个能源 每一样东西都变成个体 像这个 这个我今天在讲的 这个麦 麦 有一天呢 会把这个麦丢掉 丢掉叫什么 叫轰麦 轰麦 就是不用再用麦克风 现在唱歌了 不唱歌了 就叫做轰麦 这个麦克风也是要电的 任何一个东西 显现出来的东西 都不一样 那个就变成个体 所以到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就是变成个体 佛性当然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变成个体 然后集合起来 回到原来的殿里面 就变成团体 佛性是有团体 是有个体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你境界到的时候你就知道 因为你自己把你个体的佛性出现了以后 你进入彼陀之那 活性的彼陀之那 就如同一滴水 进到大海里面 进到大海里面 同样就是水的味道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样 阿弥陀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你相应了一尊 你修法只要能够相应一尊 一就是多尊 你就相应了很多尊 因为活性是一样的 你就每一尊通通都相应了 是否每一天 在给大家磨顶的时候 就和打 我念的是什么 姚子经母 诸佛 菩萨 金刚 佛 空行 诸天 由这些全部的佛性里面 突然间出现了一尊 它就本来是总称 我是总称夫的 先把姚子经母 我的本尊放在最上面 再来是诸佛 菩萨 金刚 佛华 空行 诸天 念到某一个层次的时候 从那个层次里面 出来了一尊 然后我就会讲 今天来的是莲花童子 今天来的是姚子经母 今天来的是很多观世音菩萨 变化出来的大水球观音 就会跟大家讲 是哪一尊来给大家做磨顶 做磨顶 所以我会讲 在这当中 你相应了一尊 你在招群哪一尊的时候 自然哪一尊就会出现 你相应了你就有这种现象 一就是多 多也就是一 多也就是一 整个佛性 是像毕童子那海一样 从里面出生那一尊 要来帮助众神的 它就变成分别的 有了分别 本来是没有分别 后来就变成有分别 我们修行是有了分别 然后再回到原来没有分别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是我以前常常讲的 我好像有一首 我做的这个词 歌人歌的词 就是说 我就是他 那么他就是我 众生就是我 我就是众生 另外我也曾经讲过 空行母都是我的妻子 这种地位 我曾经这样子讲 空行母都是我的妻子 我曾经这样子讲 空行母都是我的妻子 相当于我的妻子 这种地位 父亲就是阿弥陀佛 母亲就是姚子 兄弟就是地藏万佛萨 空行母是我妻子 我这样子讲 大家也曾经要这样子想 你过气式的 每一个人说不定都是你过气式的父母 每一个人的佛性是一样的 都是相同的 也是有分别的 那你如果存心去害某一个人 用尽心计去害某一个人 那伤害的就是你自己 所以站在这个基础上 所以耶稣讲一句话 要爱你的敌人 佛陀也是这种精神 要爱你的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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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样的 同一个法院 全部都是同一个法院 那我所讲的就是 主要莲花童子也是很多 你看敦煌十五里面 每一窟都是莲花童子 有了师尊以后大家才知道 原来莲花童子是 对阿弥陀佛的法身 所以阿弥陀佛有多少法身 36万亿 三十万亿 一十十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文同胞 是认识的 是叫做龙树 我不是讲龙树菩萨的 是龙,没有错,还是龙 树,是舒服的树 舒服 舒适的树 是龙树菁氏里面 它所写的龙树菁土文 里面有一篇文章 提到了南无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佛 阿弥陀佛 我把这个讲出来 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弟子 每一个都会念 都会念这个南无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佛 同号阿弥陀佛 哇,大家一念 很多人都知道 这是一定是中国中的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佛 同号阿弥陀佛 因为只有中国中的弟子才这样 但是这一念不得了 这一念就满了树 比那个净土中断念这个 念这个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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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唱了那么久才八句而已 他唱了那么久才八句而已 我们念一句 天啊,数不清的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还是学佛,还是脚踏实地好一点 一句一句的念 你确实时间不够 你才能够念南无三十六万一一十一万九千五百佛 阿弥陀佛够了 你就直接做事情 因为你实在太忙 所以才教你这样子念 你有时间的话,脚踏实地一句一句的念 真的,我们学佛教大家 教他实地 而且要专一 非常重要,专一 你专一就是什么 就是三每一 我们人啊,每一天的念头有多少 好,你有没有统计过你自己的念头有多少 你念起打坐,念起静坐 开始你还能够呼吸 一 二 三 四 再隔了不久,你就想说 哎呀 我的这个衣服还没有烫 我今天要见什么人 我要穿什么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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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穿什么衣服 再来,我的汽车加油了没有 再来,我的门关了没有 窗户打开没有 关了没有 很多很多的问题在你脑海里面 一直牵扯完别 全部出现,它就已经不是专一的了 你必须要学习到 念到只有念头 念到只有念头 一直念下去,那就是专一 而且每一个字都非常清楚 你念高王经也是一样 高王经一变 你当中没有插入别的念头吗 你如果没有插入别的念头 完全是专一的 念高王观世音符 请一遍 那你真是这一遍 是完整的专一 你在这当中插入很小的念头 这个佛长得怎么样 就是 就已经就变卦了 然后就会转到别的地方去 你念了半天已经念完了 当然念什么 自己修 已经有杂念出来 杂念是正常的 但是你必须要修到 完全在你的心 指一的这个三昧地 做任何事情都有三昧地 任何事情 包括你唱歌也有三昧地 在你的声音上 你在唱歌的时候 你会想 想那个歌词 那你专一在歌词上面 你跳舞的时候 你也会想 再来变化的知识是怎么样 然后跟着那个变化转 甚至还可以发现 更奇妙的舞步 会从这当中里面发生出来 那是专一的境界 到了专一的境界 唱歌、跳舞都能够入三昧地 有一个佛陀有一次去礼法 释迦摩尼佛去礼法 那个礼法师给他剪剪剪剪剪剪 既然剪到入三昧地 他说因为他的精神 专一在他的剪头华上面 就进入了三昧地 礼法也能够入三昧地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世界上任何事情 都可以入三昧地 你没有一样不入三昧地 你专一训练出来这个专一以后 你将来都可以训练你自己 本身入三昧地 我告诉你 还有一样是不可能的可能 也能入三昧地 也能采猜之乃有 很不可能入三昧地的 也能入三昧地 也能采猜之义 走路 跳舞,我已經講過了 誰講大樂 我告訴你 最不可能的可能的三昧地 就是雙身 你相信不相信 這就是一個study 你的練習 這個習 學習三昧地的過程當中 最高的境界就是雙身 雙身的時候可以訓練精神統一 到你進入三昧地 然後在熱之中 還可以把熱翻轉成為空 那是最高的三昧地 在這個大樂雙身之中 你還是可以得到 進入空性裏面 進入佛性裏面 那是空觀化身 有空觀化身 對空觀化身 你死在床上 後來你會死在床上 然後死在床上 然後死在床上 開心地死去床上 會死去床上 快樂地死去床上 宏观化身很简单,就是死在床上 就是happy to die,就乐死了 这个就是真的,他学习这个静坐 然后静坐当中所显化出来的三昧地 到了有一个三昧地,就是 没有跟其他缘在一起的三昧地 这个叫非至三昧地 你没有一,你不是念咒,也不是熟悉 也没有观想,也没有时钟,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这个时候能够入三昧地 那个叫非至三昧地 训练到非至三昧地的时候 才真正的叫做禅定成就 所以我们修行人就是要这样子 你心都完全什么念头都没有,心念头都没有 原来你是有一面一进入,到最后变成没有 你能够没有,就是没有直找 你也没有了,自己也没有了 那时候所寻找到的自己,就是佛心 任何人佛话,教大家往里面找 往里面找,找什么 就是找佛心,找你原来的这个佛心 那个才是自己,其他都是假 身体是假的,会变化 他从年轻变到老 由老就变成根本,那个根本就不是你自己 那是假的你自己 达师真现在的外相也是假的自己 那你心念头的,念头是不是自己 念头也不是自己 但是记忆呢?记忆是不是自己? 记忆也不是自己? 记忆也是会变化的 因为记忆也会变化 这个...像我记忆当中 这个明依法师 明依法师 明依法师 因为她一直在妥歪歪的 看到她,明依法师 我记忆中的明依法师,她是穿旗袍的 以前是穿旗袍 现在出家就变成穿喇嘛装 对不对? 以前她还走秀 她还走秀呢? 她还穿旗袍还走秀 印象里面是这样的 现在她是穿光头穿喇嘛装 她以前脸上是没有斑点 现在脸上斑点很多 脸上斑点很多 这记忆也是会改变的 以前我记忆她是穿旗袍走秀的 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那记忆就等于是说 把明依法师跟穿旗袍的 互相融合在一起 又产生化学作用 又变化 所以 记忆本身也会变 那也不是自知 有新的念头 你睡觉 师母刚刚讲 睡觉 我告诉你 睡觉 经过科学家研究 你睡觉的时候 你自己虽然忘掉了 忘掉了自己 在睡觉 但是你的梦境 也就是你的心念 还是在动 因为它还是在动 那脑海里面 那个睡觉 最深的那个 你在生命之中 你的脑筋还是在动 那就是形成一种梦 或者是没有意识的 你记不住的梦 都还是在动 那也不是自己 所以佛陀讲 真正的自己 就是寻找你内在 佛陀说 这才是真正的自己 这才是真正的自己 那今天我们再讲一点道果 大所应道之千世法 出身加福或端座二七要解 这已经跟你讲了 这一句话都是重复的 用你的咒字 我想用咒字 蓝色的厚字 轰住所有一切的外门户 如是 一切内之门户 依如前熏熙 以日遮止 就是还是用字 就是还是用字 把所有的门户 通通的遮止 勤熙时 这个勤熙 告诉你勤熙是什么 简单地讲 闭气 持气 勤熙 是同样一个东西 然后不要被它的这个字 给它拐了 其实我们保定气的时候 这个臂气 持气 勤熙 都是这个字 应亦入意外向之 阿字 至顶吉之 汉字 日间中脉 密息时 入 至外向之 阿字 尖中脉 如是 此时 自然入意中脉内 于家士心中 依如此反复行之 命 进意中脉 由融入 尤其最盛道 人正 大手印 乐空 其境 真理 以前 结束 向其次方式 得其身中气 或正的 慈明 它这个大手印法的 前世法 前世法 又不一样 是把所有的 全身 所有的通道 全部关闭 使用 闭气的 闭气的 这个气 你这个汉字 汉 是在这里 汉在这里 外面的阿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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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外面的阿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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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意识 这个意识 这个意识 就是说 你的意念 就是一个阿字 意念就是一个阿字 阿字 然后顶级这里 又有一个 汉 汉 在顶级这里 在顶级这里 就是 在顶级里 在顶级以外向的阿字 在顶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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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前辗的阿字 A字在頂上, A字在喉尖, A在嘴上, A字在心記, A字在心記, 我們觀想, 用觀想的方法, 用意念觀想, A字, A字在喉尖, 然後心記這裡, 在眉心這裡, 有一個漢字, 眉心這裡有一個漢字, 也就是它講是在頂級, 那麼以這個兩個字, 用你的情記, 把這兩個字融合起來, 全部存在宗脈裡面, 把這個氣全部進入宗脈裡面, 這個宗脈, 就是變成光明的鴻脈, 光明的鴻脈, 它說瑜伽式經常做這樣的反覆形式, 瑜伽式, 就是我們藝教的瑜伽式, 什麼叫瑜伽式? 就是修瑜伽式, 修行者, 就叫瑜伽式, 就是你的宗脈裡面有一個阿字, 然後跟你的漢字, 兩個字結合在一起, 然後以你的寶瓶氣, 盡量進入宗脈, 把這兩個字全部融解在你的宗脈裡面, 經常做這樣子的話, 就是大手印导致千世法, 會變成, 它講的, 命勤之氣進於宗脈, 就是你的寶瓶氣全部進入宗脈, 由融入甘醉聖道人, 正得大手印熱空極盡真如, 這就是, 大手印熱空極盡真如, 以前結受香奇之方式, 得而提升中氣或正得慈敏, 什麼叫做慈敏, 就是保持著你內在的光明, 那個按照, 這就是大爸爸王喀瑪巴, 他在釋迦哥靈中的時候, 他也是這個方法, 他講了一句話, 你只要保持著心中的光明, 一個人在靈中的時候, 保持著心中的光明, 就可以, 這個就是保持著心中的光明, 你心裏面有一個光明在, 叫做慈敏, 保持著那個光明, 我們那個最高的阿世勒, 叫做大慈敏, 金剛阿世勒, 也就是說, 它永遠保持著心中的光明, 這就是心中的光明是從來, 是由阿之跟焊日, 由保平氣全部進入中脈, 以阿日跟焊日, 本身的融合, 跟氣的融合, 讓你的中脈, 產生光明, 就是保持心中的光明, 我這樣子解釋, 那平時這樣子在修, 要走的時候, 你只要保持著心中的光明, 自然你能夠光光發生, 全部的身體都沒有, 全部的身體都沒有, 就光光發生, 然後你的身體會失敗, 然後你會變成靈光光, 自然的光光, 我來告訴你大家, 告訴大家一點, 很重要的, 讓我告訴你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剛剛已經講過了, HAPPY TO DIE, HAPPY TO DIE, 那是兩個人, 互相與光, 心中的光明, 互相融合, 我身上的光明, 進入你身上的光明, 你身上的光明, 進入我身上的光明, 這是大手印法的 跟大圆满的修行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是它用的名词不同 但是它的方法也有一点不一样 大圆满法是宏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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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的方法是这样 你看那个大圆满的四个口诀 一个是专于 专于于家要逼个 你必须在离系于家要逼个 你必须在离系于家要逼上山 因为于于家可以在世俗 你必须在人间无虚于于家就已经成就 大圆满的四个要解 大圆满的两个重要要求 一个立断 断掉所有的心念 这个心念一断掉 直着就没有了 我直也没有了 什么是我的东西 我昨天讲的那个宝石 那是我的吗 那是独圣燕的宝石吗 那是人家给我以前是人家的 现在到了我的手上 那我也不能宝石这个东西 跟着我永远 对不对 除非我下葬的时候 那是火化的 我不愿意在章日的途中 我一定是火化的 我一定是火化的 难道这个宝石也跟着化了吗 那到时候捡到这个宝石 它捡到宝 它是哪去变成它的 但是它的也不一定是它的 它会流转 根本就没有我自己的东西 那就没有我 这个立断就是没有心念 心跟念头 都没有 这个心念都没有了 我就没有了 还有一切的之早也都没有 那叫做立断 就是撤起 一个叫talk 顿操 因为你立断了 已经止了 全部都 只定一一了 连定一一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你就变成佛性 任意之在 这个就是顿操 大手印也是一样 先专一 专一是写什么 写一言禅定 你念咒进入禅定 你观想进入禅定 你学习一个言 进入禅定 不管你持咒 或者是做怎样的 都是专一 等到专一完了 就离开 离开什么 离开人间的游戏 人间的游戏 就没有了 离开人间的游戏 佛性 最后是无修 进入无疑涅槃 就无修 那跟 大手印跟大圆满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两个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大手印是专一 离世 一味 无修 是一样 只是他的方法 有些 有些上师啊 古代的这些 跟你讲的不太一样 好 那个啊 那个 你自己想一想 对啊 因为你只要专一眼 你可以把他的光明 你可以 我告诉你 为什么要双生的原因 当然 这个 夫妇可以一起做 修这个 修这个 因为你把修出来的气 可以进到对方的身体 你的中脉已经通了 你的妻子中脉还没有通 但是你把你的气 进入到妻子的中脉里面 但你的妻子没有 然后你转回来 两个人就变成一个妻子 就是说两个人境界都一样 到最后 本来我们修行是一 到最后会变成零 两个人中脉接着中脉 中脉跟中脉是相接住的 所以气是可以独通的 到最后它产生光明 两个人都会有光明 到最后产生红光 两个都有红光 所以在双运的时候 就会产生红光 像那个 当巴双结跟马吉拉尊 两个人在双运的时候 那个礼店的老板 有偷看 里面全部一片光明 是这样 好吧 讲四点三十三 已经讲到五十分以上 假对语讲 昨天晚上跟朋友上酒家 小偷光顾了我家 姨就讲 那偷弃了什么东西呢 假假 太太在家里 以为我酒界夜归 不分清红罩把揍了她一顿 小偷就高喊救命啊救命啊 幸好警察来救命啊 不好笑 小偷进到一个人的家里面去 太太以为是 她的先生喝酒 进来 太太的力量很大 平时打老公打得很厉害 把那个小偷打得很厉害 把那个小偷打得很厉害 到最后终于惊动所有灵机 叫来警察把那个小偷救走 那不好笑 她叫来警察把那个小偷打得很厉害 有一个人在黄山 你知道黄山在哪里吗 在安徽 黄山在安徽 美兰安徽 有人在黄山的石壁上写了 是 我跟我的太太来此一游 非常地愉快 特留日为地 隔了不久 旁边又多了一堂日 我到此一游 没有带太太 更加地愉快 特留日 留日为念 留日为念 有人讲说 有个叫师尊师母去加拿大洪华 所以就刻吧 去刻吧 师尊师母 你和 和 和 有 我讲不出来 我跟师尊师母 我跟师母 去加拿大 文革瓦华 当然是挺愉快的事 我一个人去 传播佛达玛 当然是很愉快的地方 如果我去加拿大洪华 如果我去加拿大洪华 当然是很愉快的地方 如果我去加拿大洪华 当然是很愉快的地方 我一个人去加拿大洪华 那是很愉快的地方 如果我自己去加拿大洪华 那是很愉快的地方 如果我自己去加拿大洪华 那是很愉快的地方 这个人问他一句话 这个人问他一句话 什么是佛 那么禅师回答 佛 什么是佛 禅师回答 佛 什么是生 禅师回答 Sangha 同样的一问一答 但是意义是不同的 没有知道 这个是讲Mainan China 有一个好消息 这是北京方面的好消息 九十五岁的老人看病 不要钱 这当然是笑话 现在呢 又有一个城市宣布 一百岁的老人可以免费登泰山 还有呢 一百一十岁的老人呢 可以免费登泰山 还有呢 一个城市又讲了 一百一十岁的老人呢 可以免费登泰山 可以免费到住宅 房子给你住 没有钱呢 一百二十岁呢 可以祈祥 一夫一妻子 最后有一个标题出来了 希望各位保重身体 好日子在后头 一百二十岁可以祈祥 一夫一妻子 一夫一妻子 你看多么的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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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保重身体 这是属于笔量 在密教堂 三种正量 一个是资量 一个是笔量 一个是正量 三种 都是属于正量的三种 这个是属于笔量 一个美国人到中国旅游 在路上不小心 掉进一个正在施工的水沟里面 这位美国人爬上来很生气 对导游讲 在我们美国危险的地方 总会插上一个红色的旗子 不得警告的标 他在中国旅游 做警示 在美国里有个红色的旗子 有个警告 这在这里 危险的地方太多了 中的大 因为没有办法 这位食品 动力车 大桥啊 电梯啊 都很危险 所以 红旗插不上来 只好在海关上面插上一面红旗 警告你 你都不是看到了吗 也就是说 他那一面红旗就代表各地都有危险 你自己小心 那在美国就是 你只要有危险的地方 都会上标 这是一个笑话 老师问协商 在中国的肯德基炸鸡店 肯德基炸鸡店 广告上写说 We do chicken right 是什么意思 有一个学生就回答 我做鸡是对的 第二个学生站起来讲 我做鸡对吗 第三个学生讲 我们有做鸡的潜力 第四个学生 我做过右边的鸡 We do chicken right 就有这四种解释 所以我英文写的不太好 英文写的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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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圣村年生活 和精彩宝贵的法语开始 请大家把各自坐的椅子 跌好换在楼梯的两环 关顶的路线是从前南尊者这边进来 再从尾佛菩萨那边出去 关顶时 请大家手节莲花童子手印 使证莲花童子心臓 激情观讲于莲花童子合一 蛮有归一冠底 海人是山芋一昂 海人是山芋一昂 高纳是湿里用 山芋一袋 我 海人是山芋一袋 在ami 高纳 imp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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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接受冠顶的同盟,请你们赶快过来接受冠顶 冠顶即将要结束了,还没有接受冠顶的同盟,请你们赶快过来接受冠顶 冠顶即将要结束了,还没有接受冠顶的同盟,请你们赶快过来接受冠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恭请师尊师母带领弟子护摩过火 护摩法会圆满即将结束了 非常感谢师尊的大加持 感谢师母 作为上师 教授师 讲师 助教及大家的护持 以及网络直播现场观看的观众 谢谢大家功德无量 网络直播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阿弥陀佛 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 阿弥陀佛